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這兩個 SISO,SISO這為什麼是NO? 因為它們就一乘一嘛 一乘一絕對不可能沒有辦法達到 MIMO 因為它們一個系統 它們就算是二乘二、三乘三 它的系統也是同一一個 所以它的系統也沒有辦法做到 Multiple Channel 的功效 CAS也是一樣 NAS MIMO 因為它們的系統是不同的 所以它們可以達到 Multiple Channel 的功效 所以它這個Multiple Channel 就是後面這兩者 是有這個 feature的 Diversity Game 跟 Special Reuse Diversity Game 主要就是說 它在這個 這個系統上面它可以有 幾根線線對著 這個可能那一端打 就是是不是可以有那種擴充性的 一個疏忽 在這個Diversity Game 裡面 SISO 是沒有,因為它只有一個對一個 所以它完全沒有辦法達到 Diversity Game 的功效 然後其它MIMO 因為它有二乘二、三乘三 所以可以 這個CAS更不用講 NAS MIMO也不用講 這些都是有的 然後Special Reuse 主要就是說 它在這個空間上面 是不是可以 它是在說這個空間上面 是不是可以去重複使用 就是說 譬如說這個兩個CANINE 兩個CANINE 是不是可以在同一個圈頭上面 一起去共用這個空間 那共用這個空間 那共用這個空間 最一個最基本的理論就是 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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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 MA 就可以達到 這兩台CANINE 可以共用在這個空間的裡面了 所以它這邊 這邊 Special Reuse 就是 就是 這CAS是YES YES 剛才這邊是比較的 它主要說 NemoX 這邊是 它的特色全都有 這樣子 然後 再來就是 在NemoX 它主要就是 它每一個 每一個DAP 每一個Distibility AP 它這邊都會有自己的 CSMA 的一個機制 去預防 Intern Cluster Interference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DAP1 跟DAP2 它也會有傳統的 RTS 跟CTS 那這RTS CTS過來以後 為什麼它可以 這個Transmission 它可以在同一個時間點 發出來 因為它們是可以在不同的 channel 它們的系統是在 它們的系統 是可以 它們的系統是不一樣的 分別不同的小卡 可是 一般的MIMO 它都是一個小卡 然後它有箱根天線 所以它沒有辦法 在同一個時間 做傳輸的動作 然後再來這個 這就是一些 這就是說 NemoX 它也有 那個Cluster的概念 Cluster1 跟Cluster2 那Cluster1裡面 它彼此之間 它彼此之間 這個競爭 是針對 這個競爭 是針對 Cluster2的競爭 並不是 DAP1 跟DAP2的競爭 因為它裡面 這個Master 就已經可以調配了 所以它並不需要 然後它們競爭完了以後 然後發現Cluster2 也許沒有再使用 然後就可以做 NES-MIMO的 Transmission 對 然後再來就是 這是這個的架構 然後它就是用那個 WARP 這個open source 去 去implement出來的 然後這些 就是 就是Aversion 這樣 對,大概這樣 謝謝 好,那 問旁邊 這位另外一位同學 那個 其實 那個MIMO 其實很大一個問題 就是 它為什麼可以 那個receiver端 就是可以 譬如說 那個 可以加倍或什麼 主要是因為說 它 你像看 比如說 我們假設說 這個 你剛講說 那個三根天線 送到另外一個 Client這邊也是三根天線 就是那個 對 這邊 右邊 8.2.11 是因為說 它們那個 天線的這個 相位差 它們都已經 預先知道 就是說 你的那個Client那邊 它 它在把那個資料 轉回來的時候 它因為它資料說 每一個天線的那個 譬如說 天線一 天線二跟天線三 因為它距離固定 所以說 因為都是 都是 焊死的 所以它那個相位一差 它可以fix 那所以說 我這邊 回來的時候 我那個 可以算回來 可是現在你現在這個東西 因為你那個 你那個小小的那個 可以亂擺 對 你看那個圖 對 它是拉一條線出來 這樣可以亂擺 對 那你如果說 我這些 傳給不一樣的 這個Client 可能沒有什麼問題 傳給一個Client 如果這個Client 有三個 會不會發生干擾 就是這個 這個天線之間的那個傳輸 它那個相位差 其實有沒有可能會發生干擾 它的 它的那個 Client那邊的那個 那個 就是 接收段那邊的那個 就是 Fiscal Layer 需要 那個 Demodulation 它有特別提到這方面 它有做一些什麼 改變 改變 它這有就是 沒有 先請 請另外一個同學回答 有點注意 好 是用訊號嗎 在哪 就是 就是 不同的 接收段會 有不同的訊號 強弱度 去看 他現在要接收的 哪一個才是正確 這樣 這不能用訊號強弱 因為他們是相位差而已 他們的這個強弱 應該差不多才對 他另外 是一個 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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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 然後所以 這個 他在Paper裡面 沒有提到任何的 Solution 我 這邊我是很好奇 就是 理論上是可以這樣做啦 可是 就是你分開成不一樣的 這個Client 不會有這個問題的 可是你說譬如說 你這三個 Antenna 送給一個Client的時候 或者說 你三個Antenna裡面 其中兩個 送給一個Client的時候 你就開始會 因為你那個距離 你那個Antenna 是可以過來拉的嘛 因為你那個 限制 姿勢是會活動的 它的那個 效位差 不會對 那個接收端造成影響嘛 它的那個 它裡面 沒有講到 相位差的 這個問題 沒有 這個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他就講到 就是 如果你 就說 譬如說 你這個 這樣的DAP1 跟DAP2 然後剛好 這Knight1跟Knight2 都是在DAP1的 這個Group裡面 然後他會去 把它的Power 調配它的Power 然後跟RS 然後調配到 到最後 Knight2 會變成DAP2 就是這樣子 對 那個是Channel 你現在講這個 DAP 你只是Channel 還是 你只是這個 這個 就是他會把它 調配成一根對一根 一根對一根 不 我現在說 就是幾根對一個 Client 我不是在講說 兩根天線 收到兩個Client 比如說三根天線 三根天線送給一個 對 這可以做到 對 你這個 它會把它夾到一個 Group裡面 對 我現在是在講這個問題 譬如說 我們現在講說 你們兩個同時跟我講 對 理論上我這邊有兩根天線 我可以同時接種 你可以同時接種 但是 因為你們兩個 講的那個 那個聲音啊 有個相位差 所以我在這邊 我在Demodulation的時候 可以去計算回來 但是現在就是說 因為你們 你們的距離可以 拉近大約 其實你們這個 這個線 是軟的嘛 對 所以我意思是說 那我這邊的話 怎麼知道你們的香味差 有可能它是用 它上面是沒錯 是固定嗎 可是它有可能是用 Master AP去 調配嗎 去繩到一些資訊 我就是 這邊就是我有點比較好奇 對啊 所以這Paper上 沒有提到這個問題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提到香味差 對 因為這個是DoubleE的那個 那個Paper出來 講到MIMO 一定會講到那個 怎麼去解決像這種 這個 這個 就是 把那個 Signal 轉回來那個 那個公司 就是那個什麼 那個 Signal process 那一整個套東西 對啊 但是 我那些小朋友 他大概就是 好像都沒有 都沒有講到 康迅 康迅 康迅的Paper 那邊主要都講的蠻食物性 一個應用上的 對啊 好像講的太食物了 其實有一些東西我覺得他並沒有講得很清楚 是 OK OK 好 太多時間了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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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會被罵 好像也讀 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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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三組 對 對 Fruit 陸客 就是 Fr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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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弄完全螢幕就可以看得到 對阿 你們趕快趕快送廁所報答這樣 是各位女 大家好 我們在拍攝 你太好吃了吧 謝謝阿 你吃到那個過來嗎 你會不會有任何事 你會不會有任何事 你會不會有任何活動 你會不會有任何事 那只要是 要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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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